你知道吗 我第一个看到花甲男孩这四个字 当然就是把它分成两个 一个是花甲 一个是男孩 但是我想到的 其实就很像你 就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年轻 永远很男孩的样子 但是其实你是有花甲的老灵魂 因为你的小说是蛮成熟的 你的写作里头也常常都透露出 对人生的一些感悟 并不是像小男孩一样 有时候连我这样的花甲年纪 读起来都心有戚戚烟 对 其实花甲男孩听起来 它是一个以人物为聚焦的一个命名 那这个小说期 其实也充满了不同年纪的花甲男孩 就是有真的就是一个少年的 然后也有是阿公 可是他可能也是个男孩 或者是一个loser 或者其实是一个爸爸叔叔辈的 男性形象 但他们都在不同程度的去继承了 花甲男孩的这个特质这样子 那他跟我的故乡 应该是蛮有关系 我是台南人 然后我其实是在一个比较农村的环境里面长大的 那也是一个大奖族 所以我想我就住在那个故事里面吧 然后那些 那我后来离开那个故事之后 我就再把它给用我的方式 用我的语言 然后把它给写成一篇的小一篇篇的小说 他甚至也有改编成电影 对 所以整个花甲男孩这个形象变成在台湾呢 还蛮深入人心 很多人都知道有个花甲男孩 那当然鲁广仲也把这个角色演了活灵活现 可是我总觉得跟你其实是不太一样 就其他的在做改编的时候 我觉得我后来用后来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蛮沾光的 因为他其实跟我的原著已经有一个距离 可是就彼此又有一个呼应 然后他其实如果花甲是一个IP的话 是一个起点 他有一些延伸 像刚刚学姐说的 他电视跟电影 然后漫画等等的 那就好像一个花甲有各种的表述的方式这样子 所以他后来变成是 不管是电视剧版或是电影版的 其实我觉得他都启动我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 原来说故事的方式有很多很多种 就是不同的说故事方式 把花甲也不同的形象给再延伸出来 我想你也是非常幸运的作者 这么年轻就能够让自己的小说 有用不同的形式载体来跟大家沟通 对很难 我最有感触的一次是他在一个庙会的现场 然后我跟我阿嬷就是庙会经过的时候 我们都要摆箱案 然后拜拜这样子 然后旧工是那次庙会队伍的其中一组人物 就是他们的庙也有来帮忙参与这样子 然后可是那时候旧工就已经是非旧工状态了这样子 他起党了 对然后我就记得阿嬷就是毕竟是他最亲爱的弟弟 然后可是眼前这个是妈咒这样子 然后我阿嬷就拜拜 尤其是当旧工的神教跟他们队友经过的时候 他就拜得很轻 可是他拜得很轻的时候 因为旧工在队伍里面要有一个操演这样子 然后所以应该会身体上会有一些受伤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的 我的祖母是非常心疼这个弟弟的 所以他就一边拜 然后觉得很虔诚 可是一边骂 就是在骂说他的弟弟为什么要讨皮痛这样子 那一刻我就觉得这个不管是作为鸡童的旧工 或作为姐姐的阿嬷 他们都给我的启示是非常大的 因为那是一个很转折的情感 就是你会观察到这么观察入围细微情节 就是这是食与虚之间结合 对对对对对 然后到底他是妈咒还是你的旧工 是阿嬷的弟弟 对阿嬷来说是弟弟还是那个很祈求他的神像 祈求的这个神圣的神像 这个所以你看你就是会从这种角度来观察人物啊